按的实在无聊了 就一个手拿着手机 然后另外一个手还是要按 就是按个四十分钟这样子 所以家人们 大宝是很好的 咱别说大宝 真的 他是一个很实在的 很实心眼的一个男孩子 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不代表咱们要去否定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俩只是确实家人们 有些家人说我俩不适合在一起 我认同 但是别说他坏好不好 别说人家是个呆瓜什么的 人家不是 人家只是比较实在 家人们 我不能说 我知道有多少人是希望 我跟大宝同框 直播的 咱们扣个一 还是只希望堂堂一个人 直播的 扣个二 咱们客观理性的说 你希望看到我们两个 一起直播 扣个一 咱别带什么感情色彩啊 不要说带什么 对大宝的一些 什么 去说 是希望 看我们两个一起直播 扣个一 然后只希望我一个人 直播的 扣个二 你看 很多人呢 也就说我跟大宝不适合在一起 但又很希望我们两个同框 对 这两天我收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消息啊 收到很多这样的消息 所以说我很开心 就是说明家人们你们是很喜欢我们两个的 但是是喜欢我跟他 你们是喜欢我跟他还是喜欢我跟他在一起 是喜欢我跟他同框 还是喜欢我们两个在一起 是喜欢我跟他的扣一 是喜欢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扣二 都有 我明白了 我明白家人们的意思了 我想跟家人们说啊 我非常的意外 其实我今天 我今天心情还不错 因为我今天身体舒服了很多 然后我又中午做了瑜伽 然后又听一听书 家人们其实有时心情不好的时候 听一听书 然后看一看那些很厉害的人写的东西 心情会豁然开朗 然后 我今天心情还不错啊 家人们 我回忆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我们今天做回忆录好不好 就是从第一次大宝出现在我的直播间 到我们俩现在一百多天快三三个多月 我跟大宝都没有想过 我们会被那么多人喜欢 我摸着良心说 其实从第一次他来到我们直播间 也就是我直播的时候 无意中他 他进来 然后我告诉大家 他是我的老板 然后到现在 我觉得一切都 非常的神奇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原来是喜欢我们在一起的 看我们两个直播是真的会快乐的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跟大宝直播 真的有给你们带来快乐吗 就是我们两个 说实话 又聊过 谁都没有想过 我可以保证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从大宝来到我的直播间 然后我们两个开始跟家人们聊天 到现在 会有这么多人会觉得 看到我们俩每天嘻嘻哈哈的 很开心 那本身我们是两个人自己的一些 逗乐 我们俩说话 有时候这些 就自己是一份快乐 但是突然一下变成了几千份的快乐 就是我们两个也特别开心 然后到 到走到现在 家人们 我说 可能这是无心插流流成音吧 说真的 我们俩要是有心 去做一个账号 说不定还真不会做成这个样子 你们觉得对不对 有时候世界真的很奇妙 所以我觉得老天有时候 就会给你很多的惊喜出来 有一些人可能精心的去 做一个直播间 可能大家觉得 不好玩 但是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闹着闹着 就突然一下 就直播间变得很热闹 原来很多人就 很喜欢我们两个 可能是因为真实吧 可能是对不对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的相处日常 就是那种鸡毛蒜皮 可能跟你们生活也贴得很近吧 就是那样子嘛 就是生活的这些东西 所以 我们很感恩 我这个话我也可以带大宝来说 我跟大宝都非常的感恩 就是 无心插流流成音 然后到 很多家人会 喜欢我们 支持我们 我非常的感谢 说实话走到这一步 我相信不是我想要的 也不是大宝想要的 更不是直播间 所有的家人们 你们想看到的 因为 没有了大宝 我们直播间 可能会少了一些笑点 少了一些快乐的元素 然后没有了大宝 我也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 也挺煎熬的 我相信对于大宝来说 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 我们三方都很不好过 真的都很不好过 但是家人们 我以前就说过 你们在直播间里 看的是一个热闹 看的是一个故事 但是我跟大宝 是实实在在的 在过我们的人生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们两个 只是两个相声演员 多好呀 如果我们两个 在直播间里面 就是 给大家 说相声一样的 那可能我们俩 可以合作一辈子 但是 没办法 我们两个 是放进我们自己感情的 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不能 拿我的人生去开玩笑 如果我们两个 不能在一起 就没有办法 以后再同框直播了 我只能给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说一句抱歉 你们能原谅我吗 但是如果 等我走出来 也可能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的时候 也可以同框在直播间 对 因为毕竟我过的是我的人生 我没有办法去 包括大宝也是 他 他可以 今天把这个 因为很多人去攻击他 或者是有很多不好的声音 他就可以今天 草草地把这个 抖音号 还给了我 嗯 说明什么 家人们 说明其实我们更在乎的是我们现实中的 彼此 更在乎的是现实中的生活 而不是这个虚拟的网络 虽然这里有很多关心我们喜欢我们的家人 嗯 但是我不会说为了人气 或者是为了怎么样 而 我跟大宝难道要去演戏吗 没办法 家人们 你们理解一下 对 嗯 而且如果我就说假如说我跟大宝我们两个真的往下走 如果网络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负能量 而他确实没有把他去承受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退出互联网 然后但是不代表我们私底下不好 对不对 家人们 所以今天我 不能原谅 不能原谅什么 不能原谅我们两个不能同框了吗 能不能原谅 能原谅的扣个一 不能原谅的扣个二 你们太可爱了 嗯 嗯 对 嗯 嗯 我争取快点调整好 然后最近有空的话 看一下抽个机会 我去看看大宝 然后能跟他同框 给大家直播一下好不好 让你们回温一下 因为我们的 我们没有告别 家人们 我跟大宝从来没有跟大家告别过 没有说郑重的说 从现在开始 大宝就不会出现在我的直播间了 对不对 从来没有这样 我们不是告别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短暂的分开 短暂的分开 可能是为了更好的 再次相遇 对不对 也可能我们再次回来的时候 可能是好朋友的关系 也可能 还有可能 但是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 更好的自己的那一天 可能现在我也不够好 也可能他自己也会有问题 那可能分开了 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对 如果我觉得两个有缘分的人 转一圈还是会回到那个原点 还是会相遇的 嗯 因为前几天 我很气嘛 我说 我很难过 我说 我说我原来 我是一个纯爱战士 我是一个恋爱脑 然后我觉得 爱是可以抵过一切的 但是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 好像只有爱不行 但是你让我状态好一点 家人们 我告诉你 堂堂还是一个纯爱战士 真的 我还是相信爱情的 我可能有时候 我会没有力气去爱了 但是等我充好电 我还是那个 很勇敢的那个人 我对爱情还是很勇敢的 只要对方不要过度的消耗我 我都还是会勇往直前的 去冲向我爱的那个人 不拒岁月的更替 往后的潮汐 不论风雨是你 有足矣 看了太多 家人们 你知道 你知道我刚刚说到一个什么吗 我刚刚说到一个情节 恭喜恭喜 等一下我下播再回复他 不是他把我发来的 对对对 他给我发了情节 但我7月3号不知道能不能去 不能去的话我就包个礼 因为家人们 我这几天的状态 有点自身难保 恭喜恭喜 真的恭喜啊 恭喜啊 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弟 是干爸的儿子 要结婚了 在这里祝福他 祝福他 新婚快乐 然后如果我本人能去的话 我就去 如果去不了 我一定离也会带到 好不好 恭喜他 嗯 对 其实3号不一定有时间哦 确实7月3号不一定有时间 家人们哦 但是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的 嗯 对我知道这个事情 嗯 嗯 嗯 祝天下的有情人都可以 忠诚眷属吧 嗯 嗯 然后 因为 嗯 我 带上大宝一起去 你们太可爱了 你们要我带大宝一起去吗 哈哈 我一什么什么带大宝一起去 我爱爱我 笑死了 夜空的流星 云末的声音 只愿我让你听 我爱你 无畏人海的拥挤 用尽余生的勇气 只为能靠近你 到时候再说 家人们 这个事情 这事情到时候再说 让你是我落下的陷阱 嗯 不惧岁月的更替 因为 我本来准备出去散散行 家人们 我不是不想去 呃 我也不是不想带大宝去 是我本来有计划 我说这两天把身体 这两天把身体养一养 然后养好了之后 然后我这边 想安排 安排一个旅程 这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时间 安排会不会打架 这个样子 嗯 没关系 我不去的话 我肯定你也会待到的 然后如果能去的话 时间不打架的话 我会过去 好不好 嗯 我这边准备出去 你们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家人们 嗯 我想 去很尴尬 为什么很尴尬 不能去吗 家人们 要我去的扣一 不要我去的扣二 为什么很尴尬 我感觉我突然不太懂人情事故了 家人们 我感觉我平常挺懂人情事故的 你们一下子跟我说了 我感觉我有点不懂了 这是去还是不去啊 去的扣一 不去的扣二 我觉得不尴尬啊 老爸老妈们 我感觉我突然不懂了 我去说一下我的想法啊 我要说的不对 你们给我提意见好吗 我是这样想的 我 我想去的理由是因为 他是我干爸的儿子 然后人家给我发请帖了 如果我有空我不去 这样是不是不尊重别人 这是一 第二是 没面子 有什么没有面子 你 你对一个人有好感 然后他不喜欢你这件事情很丢脸吗 我不觉得 可能有人会说 堂堂你这都不懂吗 但是我真的不懂 因为我觉得就是 那谁喜欢堂堂 堂堂没有跟他在一起 这个人很丢人吗 或者我喜欢谁 谁没有跟我在一起很丢人吗 我说 不会耶 因为我觉得 在爱情里面 怎么的 谁喜欢谁 谁不跟谁在一起 就很丢人吗 这倒不会啊 这是我 所以说 我有考虑 如果我有空的话 我可能会去 然后我不会去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怕这个时间有冲突 因为我下面可能要定 要出去散散心 我还今天晚上还想问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要去哪 然后第二是我想回去看看我爸爸妈妈 看看我父母 然后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我刚才说的 有哪里是有问题的吗 是不合适是吗 我觉得吧 一个做大事的人呢 这是 内心是要强大一点的 什么东西都要看面子 在我看来 面子从来都是自己赚来的 家人们 我从来不觉得怕丢面子 因为我觉得面子是自己给的 咱们不讨论这个事情啊 咱们不是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这样讲 有的人会说我 别人说堂堂你为什么内心比较强大 别人说你都不当回事 家人们 因为我觉得比我强的人 他都不会说我 你们赞同吗 就但凡这个人比我强 他都不会说我 说我的人一定过得没我好 看我不顺眼的人一定过得没我好 因为现实就是这样 比你过得好的人 比你幸福的人 根本没时间管你的事 真的 他哪会 他哪会说你啊 因为他看不上 你知道吗 但凡会说你的人 他都是过得不如你的人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不是很 很在意别人去说我什么 因为我可以说每一个 就是包括我们 我们铁粉啊 包括我们群里面 每一个过得很幸福的叔叔阿姨什么的 他们的那种幸福感 生活中的幸福感 是跟我对话的时候 我都能感受到的 就是他的那份从容 淡定 等等 是他幸福的生活 造就的他 而那些往往很偏激的人 就是他自己生活可能 没有那么幸福 所以有的时候 我看到这种人 我是不太想去 去说他 因为我觉得他过得不是很快乐 对 这样子 因为他过得比我好 他肯定不会去说我 然后 还有我跟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啊 等一下我连两个连两个我们粉丝 我们聊聊天啊 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没有 就是当我还是一名老师 然后我的同事那些的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我的父母家庭情况的时候 因为我刚才工作的时候是很低调的 然后 然后我 我开车去上班 或者是我拿一个名牌包包 别人都会想 这个车是谁给这个小姑娘买的 因为刚毕业的小姑娘嘛 人家觉得你怎么可能会家里面有条件买这么好的车嘛 然后就是你拿一个包包 别人都会觉得说 假的 但是我现在 我真的拿一个假的 都不会有人说是假的 他会说堂堂 哎 出了一个新款 我都没见过 你们懂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 我后来发现 面子是自己给的 当你自己的那个 当你自己的这个身份 没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你去空有一些东西 去架自己 架不起来的 但当你真的什么都有的时候 我就说 我带一个20块的项链 别人都觉得一定2万块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 让自己强大起来 别去在乎外面的声音 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 嗯 当你自己很好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我 我 我开多少钱的车呀 就是 或者是拿个20块钱的袋子 我都 很有底气 我非常有底气 但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真的 我是可能 我是会想说 我要买一点奢侈品什么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 因为我那个时候 没有社会地位 大家懂我吗 就是我没有社会地位 去给我加持的时候 我反而想要很多东西来给我傍身 但我真的有的时候 我就开始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嗯 因为现在我 我 好像不会有人相信 我的东西很便宜了 所以 不用太在乎 不用太在乎别人怎么看 家人们 你们支持我的想法吗 支持他给我打个正能量 连大宝 大宝在吗 大宝在吗 你们让我连大宝 大宝在吗 我咋连他 还是错 你我不曾感受过 想装在借口 想装在借口 你妈没有告诉你 装导人要说对不起